自由時報爆料大陸插手台灣特定政論節目 但是國安單位至今沒調查也沒有搜證 在野黨就懷疑根本是造謠一條龍 被影射的政論節目跟打臉綠營 因為被指控的大陸人根本沒有進過這一家電視台 主持人暴怒狂轟 難道報導內容是鬼給的嗎 自由時報驚爆大陸插手台灣特定媒體的政論節目 情節寫得具性敏儀卻拿不出證據 律委沈柏陽還說 兩個月前就已經通報了國安單位 各界纳門如果不是造謠 那國安單位為何不查 還把人給放回大陸去 若如自由時報所說是重大國安事件 為何至今沒搜索 沒約談 也沒保存證據 遭影射的主持人出面很打臉 說被指控干預政論節目的大陸記者趙伯 連電視台的大門都沒進過 我們還打電話給趙伯 趙伯也說他從來沒有來說 沒有來過中森大樓 我就要問那這邊文章怎麼回事 這鬼給你的嗎 這鬼給你的嗎 現在 你不幹潑糞 你在潑糞還可以抹紅 抹紅以後 你還公然的做假新聞 在野黨抨擊 民進黨透過綠媒做假新聞 再用立委狂助攻 根本是造謠一條龍 主持人炮轟 民主國家透過這種手段 整肅一起全民都不該屈服 你不能利用 你不能威脅 你不敢把我關台 結果你就把我逗紅 把我抹紅 我這口氣 我怎麼忍下去 我忍不下去 我當然要跟你 砰解的書牙 我要砰解誰信 我要砰解誰信 選舉時里長連去大陸旅遊 都被以國安旅遊搜查帶走 如今驚爆 大陸赤裸裸在現場插手 爭論節目 如果不是造謠 為何政府這次如此雲淡風輕 沒鋪天蓋地的要查清楚 記者 恐嚇侵害了台灣民眾正當權益 更是破壞了兩岸的關係發展 好 所以針對這起事件呢 時事評論員謝涵斌 他也指出說 這是一個超級無力又無能的表現 因為政府原本就禁止團客去大陸旅遊 那會去的自由行民眾 他們也不會管這個橙色警戒 是民進黨政府被大陸22條反台獨給嚇到了 所以才會刻意地模糊 說台灣的一般民眾去大陸都很危險 那謝涵斌認為了政府如果要盡責 就要把話說清楚 應該要發佈一個台獨警戒 只有主張台獨的人去大陸才有可能被抓 這一次這個所謂的橙色警戒 本來就是針對中國大陸22條而來 但是我必須講 這是一個超級無力又無能的反應 因為很簡單嘛 就是現在我們本來就 團客啊這些東西本來就不能去 你已經就不讓他們去了 那身家本來就自由行會去了 那自由行會去的人是怎麼樣 他本來就很想去 所以不管成不成事的他都會去 人家22條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是針對台獨人士 是民進黨這群SLAB 包括林宥昌 包括賴清德這群SLAB 他們被人家點名了之後 他們嚇到了說 你怎麼可以講只有我台獨 他們他們全部都是台獨 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的做法就是這樣 不能夠只抓我 他們都是啊 法不責重啊 然後反過來就是說 不要以為他們只抓我啊 我們大家都會一起被抓 很可怕啊 所以你們要小心啊 如果會與其要發這個 陳色警戒 你不如發一個台獨警戒 就是禁告所有獨派 在台灣主張台獨的人士 現在去中國大陸有危險 你就直接這樣發不得更清楚 你不要讓那些獨派人 搞不清楚以為是旅遊警戒 那他想說那邊 最近沒聽到什麼新聞 沒看到什麼天災人禍 搞不好那個獨派去到他被抓 你負責 所以我覺得陸委會 如果要真正正正 做一個負責任的單位 那你就直接講 就是說因為中國大陸公佈了22條 所以現在在台灣 主張台獨的這些人 恐怕去中國大陸都會有危險 甚至去跟中國大陸 有引渡條約的國家 也可能會有危險 你要把這些東西講明 那要不要去隨他自己自主 那你不能 你知道他們現在就是故意模糊化 好像是所有台灣人去中國大陸 都有危險 他就是想要去鋪陳這個嘛 所以梁文傑才那邊 姍姍的跟你講說 沒有啊 我們也沒有說禁止大家去啊 那你沒有禁止大家去 你發這個誠誠警報到底要幹什麼 對不對 你們政府如果真的要盡責任 就把話講清楚 如果連把話講清楚的 gots都沒有的話 趕快回家去服鬥牙 民進黨都是把抗中掛在嘴邊 諷刺的是網友現在抓包了 民進黨立委集體用梗圖 極了來罵陳玉珍 但是極了就是源自大陸 就連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 在記者會上他脫口說大陸用語出台 讓民眾聽了也是一頭霧水 網友就狂酸真的是擁護大陸 你給我道歉 你們在我盯上 我經過這裡都不行 怎樣這塊屁 民進黨評論有陸媒插手政論節目 還罵陳玉珍在盯上 一天內民進黨狂做這種梗圖 笑陳玉珍極了 我們啦 極了 我們啦 快了 我們啦 快了 總招待對所有綠委通通跟上 大拇指歪一邊咔嚓一張 但這個手勢到底哪裡來的啊 搞了個半天極了 來自於大陸LOL 前職業選手的叩頭禪 大陸狂做梗圖宣傳 網友嘲諷 民進黨一邊罵大陸 一邊集體模仿大陸狗 難道是白天抗中 晚上看中嗎 更誇張的是陸委會副主委 開記者會議 說把大陸列為橘色警戒 要百姓少去大陸 但用詞卻是這種 所謂的分裂國家罪的這個意見 這樣的出台 這樣的出台 出台 出台 這句出台 台灣人幾乎都聽不懂 這也是標準的大陸用詞 意思是政策頒布或是推出 梁文杰的太太林楚英 私下狂玩抖音 上台卻狂罵大陸抖音 網友狂酸這對夫妻愛罵大陸 結果每天回家狂看陸劇 學高聲陸嗎 其實這種政治操作本身是很可笑 也很可恥 但民進黨就是來幹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的陸委會副主委 在我們的官方的記者會中用出台 那這代表什麼呢 民進黨是不是又再一次的綠能 你不能 那今天如果是國民黨的委員 用出台 這下子紅帽子不就扣不完 再看一次民進黨團集體用的大陸手勢 和大官自然流露出的大陸用語 大陸到底有多差 一切靜在不言中 記者線路入草町海 彩虹報導 自由時報報導 大陸插手台灣特定勝論節目 甚至說出呢 多以批判民進黨政府為主 台北市議員尤淑慧就表示了 這一頂帽子一扣上去 是不是有節目罵民進黨政府 就是接受了新華社的指導呢 那全台有六成的民眾都在批判民進黨 難道這些人都是接受大陸的指導嗎 那尤淑慧也指出了 民進黨原本以為關了中天 媒體就會乖乖聽話 但是沒想到還是有人批評政府 現在整個國家機器都在對付特定的媒體 讓媒體會乖乖聽話 文化部講了一個關鍵字 如果屬實可以廢正 就是我可以把東森跟中天一樣廢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NCC說我會發函要求電視台致親 致親這什麼意思 聽起來好像說 我會讓電視台自己說明 好像沒什麼 要讓你們自己去講 沒有喔 這致親兩個字就是要你自己交代 自我約束 自我管理 這有十八裡面還講了喔 這一個被新華社指導的政論節目裡面 多以批判民進黨政府為主 再帶風向 好啦 這句話一扣上去 以後政論節目 如果批評民進黨的話 你是不是新華社指導的 你是不是北京指導的 我那一天這個在跟民進黨立委 在同台的時候我就說 如果你們的指標是罵民進黨 是北京受益的 那我告訴你全臺灣現在六成的人 都在罵民進黨 我那個737市長那個賣菜的 阿伯阿伯 也一堆在罵民進黨 所以他都是北京受益的囉 他都是北京受益的 你們不能夠這樣子嘛 一分為二 只要罵民進黨的都是北京受益 我說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媒體都是監督執政黨的 媒體監督在野黨要幹嘛呢 只有獨裁國家 媒體是在拍執政者的嘛 屁 對不對 那你今天 美中正在競爭裝中 那美國的電視台 美國的媒體如果罵拜登的話 是不是也是北京受益的 現在NCC文化部陸委會 就可以藉由這個 所謂莫須有的報導 開始介入調查 然後自由一點責任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指明啊 整個國家機器 在對付完中天之後 現在要如法炮製 他們本來殺雞儆猴 殺了中天以後 以為媒體全部會乖乖聽話 結果還發現說有媒體 還敢不聽話 他們想說沒關係 我再殺第二個 好 殺第二個以後 媒體總該該該聽話了吧 我覺得他們現在 就在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 忠實社論就講出了 自由時報日前報導 大陸國台辦透過駐台記者 對政論節目下指導期 小11出服願黨一搭一唱 讓人質疑政府的人呢 從媒體到在野黨 全遭紅漆潑灑 莫名成為了第五縱對 此情此景有如重演 當年金融時報 五指中國時報與中天電視台 接受國台辦指揮的事件 但是民進黨的套路 現在漸漸被人看穿了 連當年一度也有參與 污衊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政治評論員 如今他也直指 陸媒盯場的新聞荒謬可笑 直呼他發現了 現在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事 你只要質疑聖上就會被殺頭的 再再顯示了人民 早就已經看穿綠營正媒 一條龍的抹紅惡性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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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